哈囉大家好,我是千宇 今天是咒術迴戰的2023領域展開 Fair開箱 在開箱之前呢先給大家看這個 登登 代購超好的 他還幫我換了這次咒術迴戰的限定的 集點特點卡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胡葬的 然後敷黑 珍稀 胖達 然後一鼓的 這個是帳相 99游巾 最後是這個陸子雲 然後其他沒有換的話就是 我沒有那麼喜歡那些角色啦 所以我就請代購幫我挑這些 我比較喜歡的主角們 可惜沒有殺兜 不過沒關係我覺得很好看 那他跟之前一樣就是 你可以把他上面這個折下來 他就會變成一本 這種小象卡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開箱 這個呢就是畫板 之前我開箱那個排球少年30週年的時候 有買過一樣的東西 原畫很好看 無量空處的 雖然說我本來以為 可能會用一些新的圖片之類的 結果沒想到五條老師還是選了無量空處 這樣子 非常的好看 然後重量也沒有很重 再來呢 我們來看帥氣的立牌 OMG 這個立牌真的超級無敵好看 然後呢 我決定要直接把它拆開來 很帥 終於是用一個不一樣的圖案了 真的很好看 這樣子的 好帥喔 怎麼會這樣 質感就是一如往常的非常的好 這是底座 咒術五迴戰五條物 這樣子 不錯吧 超級喜歡 這次可能就是第二季動畫吧 滿滿的高專五條 我覺得太幸福了 跟那個排球少年的那個映幕 給的是一樣的 然後只是咒術它就是不是用櫻木的方式 它是直接就是在店面販賣 我覺得它的厚度就是沒有到磚頭那麼厚 可是又比剛剛的壓克莉莉牌再厚一點點 那它的圖案跟之前的那個表情包系列的小徽章是一樣的 這一次的話你就是可以買一整片 然後就每個表情都會有 你就不用再用抽的 這個是樹 很可愛欸 這個是有出成貼圖嗎 其實我不太確定 但我就覺得它很貼圖的感覺 另外一個是皺 對這支皺才對 我覺得很適合收藏欸 就如果你不要拆開的話這樣子收著也很漂亮 結實的一塊厚厚的版 來到我們的盲抽時間了 你要說盲抽嗎 也不算盲抽 咒術圍戰終於也出個人池了 我之前看到排球少年有出 然後就覺得咒術圍戰應該也會有 終於來了我們的五條 它是有這十種款式 這個盲抽終於就是不用在那邊許願了 這個怎麼樣都會抽到五條吧 如果抽出來不是五條的話要拿去退貨 噔 噢 OMG 我好像運氣不錯欸 這顆是非常非常多人想要抽到的 那個相聲底的這個很好看 這是什麼 嗚我們到外面去說了吧 然後什麼 你怕寂寞嗎 你一個人去吧 這樣子 它實物的那個顏色還蠻鮮豔的 不知道影片中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就它這次的配色都還蠻亮的 噔 噢 綠色 這是筆葉 我很喜歡這個 我喜歡後面這個漫畫 這個很帥欸 噢 耶 我其實主要不是因為這個圖 因為這個圖真的已經用它爛掉 我是這個後面 為了後面這個 噔 噢 欸 我好像真的運氣挺不錯的 這顆就是我覺得它的那個顏色 有那種櫻花的感覺 就是動漫的時候不是什麼畢業的時候啊 然後就會有櫻花嗎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高專五條 然後搭配這個有點櫻花的配色 我就覺得還蠻符合那個情境的 底下的這個就不用說嘛 覺醒的時刻這個非常帥啊 目前為止都看到我喜歡的欸 我就是那個繃帶那個我想要 因為繃帶那個是新的圖 第四個 噔 噢 這個是紫 這個好帥喔 虛世紙 然後後面這個是 跟肉糊 戰鬥 的那個名場面 噔 噢 耶 這個也好看 不過旁邊這個圖也是已經用過很多次了啦 還是忍不住要吐槽一下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的小物換多一些圖片呢 他還有很多很帥的造型喔 噔 第四集的封面圖 這個圖是他用過很多次但是我覺得 不會到看得很膩的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個圖我就是蠻喜歡的 這顆配色橘色欸 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還蠻有活力的 他這個藍的然後 然後 噢這個 然後跟這個黑臉 噢藍的來了 五條物果然還是用藍色最好看了 這一顆看起來就是 顏色上就是更合理一點 但是偏偏他的圖呢 我覺得最普通 不錯 就是基礎款吧 耶 耶 我想要能繃帶五條複數 耶 幸運 開心 我剛本來還想說 我怎麼會開了八個 然後一個都還沒重複 這個看看能不能出黑臉吧 我喜歡黑臉這個 二 三 啊 又是高磚 哇 我的手氣很不錯耶 高磚這個我也喜歡 底下那個真的很帥 五條五個人會章 完美結束 先看明信片 因為這個跟這個我想要留後面 這次我明信片沒有買很多 因為 五條物只有一張 然後 高磚的也只有一張 就只有這兩張我想要 然後其他的話我都 不是那麼喜歡 第一張 第一張 第一張就是我最不想要的 天啊 這張應該是我全部裡面 最不喜歡的耶 不想要這張 然後跟死流龍 就這兩張不要 然後其他就都可以 啊為什麼偏偏就這張 好吧後面有個衣骨 有點一言難盡 然後飛躍明信片 就是這樣 金屬光澤的 喔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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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雙胞胎 是珍西珍衣吧 這個還蠻可愛的 小寶寶 啊可以啦 這個我蠻喜歡的 好跳舞 阿好跳舞 咚 這個是熊貓跟校長牽手時候耶 有洋蔥 怎麼用這麼悲傷的畫面啦 這個 這一幕超超級難過的 蛤 一樣的嗎 重複了 怎麼會一樣呢 一樣的 為什麼 我不知道說什麼 這個就這樣子啦 小禮牌超級可愛 是大家的那個小時候 然後它有這麼多款式 我的目標呢就是 五條老師小時候軍團 至少有一個就好啦 不敢放狠話了 剛剛明星片子還是有點太悲劇 第一個就抽到 第一個就抽到 太開心了 超級好看 有沒有 它真的很小 就是像排球少年那樣子的 迷你立牌 我版主了 超級喜歡的 然後它的底座剛好也是這種 藍色 喔耶 開心 喔 丁琪 丁琪的很可愛耶 它的姿勢好好笑喔 哇 而且它的名字也是用這種 粉紅色 喔 李香 這個小時候 這個小時候立牌 果然不能缺少李香跟優太 這是 根本也是為了他們量身打造的 他們底座 顏色都是一樣的 都是藍色 喔 優太來了 優太好可愛喔 看起來超乖的啦 超可愛 欸 這 這小立牌很讚耶 喔 又是優太 喔 雙人耶 是浮黑跟精美記 結地的 哇 雖然說腳腳被切掉了 不過還是很好看 喔 這是植栽 看起來呢 是非常的樂觀開朗 跟長大後的性情完全不一樣 啊 又是植栽 啊 又是優太 怎麼那麼多個優太 三個了咧 第三個優太 我是怎樣優太軍團喔 第十個 啊 珍系珍衣 不一樣的 這個姊妹一起玩耶 回憶也是還蠻 蠻虐的 啊 最後我們就來看這個貼紙 然後它貼紙是可以選 就是 你要懷孕育者還是要死滅會友 那我就選懷孕育者 第一包 它一包裡面是有兩張的 耶 你看 我就說隨便都可以抽到五條五 好喜歡這張 我真的很喜歡這圖啊 不知道什麼官方都不多用這個圖 好帥喔 然後 歌姬吧 然後下游 七海跟 這是聖兒耶 喔 好喜歡 欸貼紙大家可以買 然後又不貴 然後又好看 登 耶 五條五 帥氣到不行 然後這張是七海灰原跟99油肌 登 哇 瘋批五條 喔我很喜歡這個 欸這個很好看耶 它做成這種塗鴉的感覺 哇 伊德斯內 海邊風 哇 我現在精神好得很 天啊一次開那麼多 有點累耶其實 第四包 欸目前都沒有重複耶 這個沒重複啊 喔 哇 震驚的五條五 這個圖我也喜歡 明明耶 有一張很可愛的我還沒有猜到 欸我想要那張很可愛的 登 啊 沒有 欸 這到了 耶 新西洋四層 我剛剛看到第一張 我本來想說沒希望 這張也很可愛 聖兒 然後跟那個老闆 好喜歡這張 天啊 這個臉 這兩個人真的是太好笑 啊 滿意 滿足 那我們今天的咒術回戰領域展開fair 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看得過癮 這拆了真的非常多 就有點累了 然後我真的很滿意 這個小力牌跟大力牌 推薦大家趕快去購入喔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 久違的爆炸式開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再也不忘記訂閱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